由民间商公所举办的2023台湾国际茶饮文化节 日前也在首天宫第一停车场盛达登场 吸引来自全国各学校的选手参赛 各个选手发挥创意展现实力 其中主办单位也邀请知名歌手带来音乐饗宴 更为现场增添了不少欢乐的气氛 因为像我们办一些比赛的话 因为毕竟学生还没有经过市场 当然发挥是他们的想象跟创意 但是可能经由这样的比赛 让学生开始产生这样的兴趣 开始对市场有连结 因为毕竟调一杯饮料 跟你准备十杯饮料 跟你一天要准备一万杯的时候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学生如果产生了兴趣之后 他慢慢的才能将这些创意带入市场 产生对一个产业链结构 最基础结构的扎根的动作 先愿林亦如肯定公所办理活动的用心 借着特色饮料比赛 除了能够让参赛的学生有机会发挥创意之外 也能够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供大家切磋 相信这对于在地茶饮文化的推广 颇有帮助 看到很多年轻人有这次比赛 可以发挥创意 也让我们现场很多游客 我们做的朋友 都感激到真心持创新的茶饮配料 尤其我想在这里 特别感谢我们送来办理这个活动 让我们有一个平台 让我们所有爱好茶的好朋友 透过这一次的创意茶饮 能够互相的来做切磋 尤其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可以对茶饮料非常的喜欢 那也有很多的一个发想 包括我们看到现在房间 很多加进到水果的元素 来做到很多 我们平常是不能做过一个尝试 我相信说这都是多重 担让我们的这个创意想法 透过此次公所办理的 台湾国际茶饮文化节 不仅仅是能够让选手们 互相切磋展现实力之外 也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市场的需求 而这对于他们未来在职场上 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记者邱平俊 民间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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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